甚至于政党,一个政党也可以变成一家人 把中国家的精神跟功能沉传下来 这个世界就真正有人爱和平了 如果的时候做不到这一点呢 人爱和平是已经过去了 人爱和平只是人类向往的一桩事情 不能落实 所以我们现在在我在国际上也就是推动 处处推动 希望说也用这个今天讲说团体集团 把中国这种最优秀的文化了 集成下来 那么日本企业有一点这个味道 但是他们的心量还是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的时候 这个心量小 也就是变质了 而中国过去这种精神 他们也为自利 自己家庭好的时候还帮助别人 所以他能够推广 能够帮助社会 帮助国家 甚至于帮助天下 所以凡是人皆所爱 这个是真正中国能力道的精神的环法 这是我们应当要的推展 现在的时候大家寻求和平 那我们现在晓得这个科技的发达 传媒的发达 地球确实是变成地球村 所以我们今天讲爱自己 要爱世人 要爱这个地球 我爱我的家 要爱地球 地球是我们这个村庄 一草一木 我们都应当要爱护它 要照顾它 如果这种爱心精神能发扬光大 这个世界还是有前途的 灾难会化解 在佛法里面讲 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 是人心的感应 人心善没有意愿不善 山后大地都善 人心不善的时候 那什么都变坏了 这个是在这些年来 我们有证明 有科学的证明 证实这个佛讲的是正确的 是无可以怀疑的 所以我在讲经首要常讲 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跟我们现在所出讲 不是完全相同 为什么人家世界那么美好 佛在经上介绍我 那个地方的居民 都是上善之人 他没有恶念 他没有不造恶业 所以他的环境变得那么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恶之人 什么坏事都干 所以他山后大地 他就变坏了 所以外面环境 这是佛在常讲的 静随心转 这外面环境是随着我们意念 善我念头再转 这个念头太重要了 不能不知道 那么头一个 这个转的时候 就是自己身体 身体是我们物质环境最贴近的一个 我们的意念 意念善 你相貌自然好 而意念我的时候 你这个相貌就有杀气 别看着就害怕